你很难想象 雷达这个人畜无害的防御装备 一开始却是被当成致命武器来研发的 1935年 英国政府委托物理学家罗伯特·瓦特 研究无线电波 希望用它来追毁德国的飞机 但很快 这位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 无线电波同致命射线之间的差别 就如同弹弓同导弹之间的差别一样大 飞机看来是打不下来了 但好像也并非全无军事价值 就在这项研究刚刚开始的几周之内 瓦特就发现 通过测量从机身弹回来的 无线电回升延迟的长短 就可以得知飞机的飞行方向和距离了 于是从此就开启了雷达的职业生涯 这让我不免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说 是蝙蝠启发了人类发明雷达的吗 看起来它又是另外一个 你千万别太当真的励志故事而已 我是人称百个全数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雷达当中的神器相控阵雷达 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它能够强大到探测出像 F35 歼20 苏57 这类陷阱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吗 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先来看看 雷达最基本的工作原理 其实它在很多方面 都是挺向我们的眼睛的 首先目的相同 都是为了看见目标 只不过一个考的是可见光 另一个考的是无线电波 其次想要看到不同方向的目标 都是需要转头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传统的雷达 都是始终在不停的旋转 然后想要更清楚的观察目标的话 就需要收窄视角 我们可以借助望远镜 而雷达可以增大天线面积 天线越大 波数越窄 判断的精度也就越高 但问题也就产生了 大天线它转不快 少一圈回来 目标可能已经飞跑了 这就尴尬了 怎么办 相控阵雷达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怎么个解决法呢 靠电磁波的干涉现象 在相控阵雷达的天线平面上 规则的排列着很多微小的单元 它们有点像是昆虫的复眼 每一个都可以单独的发射和接收电磁波 当这些独立的单元发出的阵弦波 同时向外传播时 它们之间就会发生建设性干涉和破坏性干涉 使之加强或者减弱 就像两个完全同步的水波一样 当碰在一起之后 垂直于它们中心连线方向上的波温得到强化 而其他方向上的波温则逐渐消失了 好 这是两个波完全同步的情况 要是它们不完全同步呢 要是第二个比第一个稍微慢了一点点呢 这个称之为向位移动 向移 那以此类推下去 第三个又比第二个再慢一点点 第四个又慢一点 第五第六第N个都是这个规律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来控制每一个单元所发出来的电磁波的相位差 实现在它们相互干涉之后朝着我们想要去的方向传播了 这便是相控阵雷达的工作原理了 完全不同于传统雷达的机械扫描 它靠的是相位移动的电扫描 速度差别是以数量级来算的 而且更加灵活 能够跟踪更多的目标 拥有更强大的抗干扰性 以及更能够发现隐形的目标 对了 这隐形飞机 雷达是怎么把它探测到的呢 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说是隐形呢 其实并不完全意味着看不到 只是跟普通飞机比起来呢 雷达截面更小而已 它们通常靠两方面来实现的 一个就是调整外观 偏转雷达波 时机不会按照原路反射回去 锐利的边缘和多棱角的结构 都有明显的好处 这点看看F117就知道了 第二个呢 就是使用特殊的涂层 将照射到身上的雷达波吸收掉 至于到底是怎样的涂层呢 那都是军事机密 我们就只能猜一猜了 据说里面是包含了碳纤维 甚至是碳纳米管的增强塑料 以及细颗粒的铁粉 用来将吸收的电磁波转化为热能 但这些涂层的缺点 是它们并不能吸收全部的雷达波 因为涂层的厚度 吸收波长的能力 涂层越厚 越能吸收波长更长的电磁波 涂层越薄就吸收不了长波 而战斗机的涂层能有多厚呢 所以雷达的机会就来了 发射低频长波 就能够在远距离上探测到隐形飞机了 为什么相控阵雷达在这方面更强呢 因为想要发射低频长波 必须要天线够大 你看这不正好就是相控阵雷达的天然优势吗 所以雷达和隐形 就像是毛和顿的故事一样 大家都在彼此的升级 也在彼此的制衡 我在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呢 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军事杂志 还对美国有周斯顿和F22 羡慕得咬牙切齿 如今我们也有自己的平面镇雷达和歼20了 着实为我热爱的祖国感到骄傲 我是火箭叔 关注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G20可以说是这次航站上最秀的载了 不是把天都给捅穿了吗 我们通常呢 将它跟美国的F22 F35和俄罗斯的速器一起 叫做第五代战机 或者也可以更为通俗的 叫它们隐形战机 但你知道吗 G20其实一点都不隐形啊 千万别误会啊 不光G20不隐形 其他那几家隐形战斗机 当然也不隐形了 它们不隐形到什么程度呢 它们可以在已经服役了数十年的 早期预警系统上 轻松的被发现 它们甚至连民用机场的 交通管制雷达都躲不掉啊 只要进入了人家的探测范围 就很难不在人家的屏幕上跳动 关键是我说的这些情况呢 都是这些五代机 在完全开启了隐身模式的情况下发生的 跟有没有打开弹仓 跟有没有外挂邮箱 毫无关系啊 这就奇怪了 它们不是隐形战机吗 它们不应该对雷达而言 是隐形的吗 这是个好问题啊 那么答案就是 第一 隐形战机呢 只是极大的减小了自己 暴露在雷达面前的界面而已 比如从一堵墙缩小到了一块砖 但砖它小归小还是在那儿的嘛 第二 即使是缩小数这样的把戏呢 也不是对什么雷达都零的 比方说对这样的米波雷达 或者是对空管的L波段和S波段 这类波长较长频率较低的雷达 那就都不怎么零了 为什么呢 因为隐形飞机除了靠造型散射雷达波 另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呢 就是靠图层来吸收雷达波了 但是其吸波能力是建立在图层厚度 与雷达波波长的对应关系上面的 它只能吸波长比它的厚度要窄的波 这就很好理解了 你说你雷达要是发射个波长一厘米以内的超超高频波 我还能涂上一厘米厚的涂层给你吸收掉 那你要说来个米波飞机上能涂一米厚的涂层吗 所以肯定就吸不掉 那肯定就能反射一点回来让我把你看得到吗 其实呢 那这也就是现在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反隐身雷达的工作原理了 比方说俄罗斯的Libro-M雷达系统和我在出海航展上拍到的咱们的这个大家伙 他们都是利用波长在一米左右的VHF和UHF波段来实现对隐形战机的有效捕捉的 咱们的参数没有啊 但据说俄罗斯的Libro-M呢 可以在350公里的距离下探测到F117 好 那么隐形飞机还引个啥呢 都被人看到了不就是个皇帝的新衣了吗 还正不是的啊 这里又藏了一个误区 现代隐形战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 延迟或阻止对方能够提供武器及锁定的雷达探测 换句话说就是啊 可以将导弹准确的导向目标的那种雷达探测了 因为能够发现隐形战机的低频雷达是无法提供这种精度来引导武器的 所以结果就是啊 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够识别其领空内隐形战机的预警雷达系统 但他们只是缺乏有效瞄准这些战机的手段 只有将这些雷达与其他更精确 但是也看得更精的系统结合起来使用隐形战机的威胁呢 才能够真正得到破解嘛 而且是有限的破解啊 刚才我们说的在350公里外就能看到F117的LibroM 就估计要来的是一架F35 它就得要等到人家飞到32公里的范围内才能够启动武器级的瞄准了 如果在太空中开枪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问题啊 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 虽然氛围友好 分析理智 脑洞清晰 但总的说来还不就是在猜吗 其实啊 这个问题只要去问问苏联人就能够马上得到标准答案了 因为他们真的就在太空中开过炮 哎 是的 不是开枪而是直接就开炮了 一门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600发的23毫米口径里克特R23机炮 它被装在伪装成里炮号空间站的金刚师载人轨道器上 成为唯一一只的人类在太空当中打响的第一炮 所以为什么苏联人要在自己的空间站上装上一门炮呢 这门炮在开火之后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故事 时间回到冷战啊 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在让自己的侦察机和轰炸机越飞越高之后呢 明白了一个道理 站得越高呢 不仅看得越圆还能打得越圆 于是在都有了把人类送上太空的经历之后 就开始思考如何在这儿 在这个更高的地方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了 于是一系列军用载人航天机 比如轨道轰炸机 轨道拦截机之类都被列入了设计的目标 美国那边诞生了载人轨道实验室MOL计划 它是一个将空间站和电力卫星结合在一起的计划 由麦克唐纳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双子星B飞船 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实验舱组合而谈 计划飞行7次 前两次呢 执行的是无人任务 后面5次则为载人任务 虽然计划都一路排到1971年的1月了 但由于NASA此时正埋头忙于阿波罗登月 根本就顾不上来 而本该牵起头的国防部呢 对自己又没啥信心 一直就在打酱油的角色里面走不出来 所以很快啊 在象征性的发射了第一次无人任务之后呢 MOL就正式宣布停止了 这段时间从1963年的12月到1969年的6月 其实只持续了短短6年不到 再看苏联那边啊 几乎在同一时间 大名鼎鼎的切落梅设计局 也宣布要开发一种载人轨道飞行站 作为太空哨兵来监视和寻找敌方目标 代号金刚石计划 它在某些方面呢 跟美国的MOL很像 但在另一些方面却要先进很多 先说一样的啊 它的基本组成呢 也是一艘可以返回的VA飞船 和一个载轨舱段OPS 在被制止火箭发射到轨道上后 宇航员就可以通过飞船尾部的通道 爬进轨道舱里面了 他们在这儿将经过30到60天的 军事观察和照片拍摄 然后就可以再坐着返回舱 回到地面上了 以上啊 都跟美国的载人轨道实验室MOL 思路一致 但是下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 当宇航员最多是三名啊 坐上返回舱离开轨道舱之后呢 轨道舱并不会马上就废弃 因为它的设计寿命长达两年左右 也就是说它还可以迎接新的一波宇航员呢 而再把新的宇航员送上去的 就是专门为金刚石计划研制的TKS货运飞船了 当宇航员在轨道上时 它负责把补给送上去 而当宇航员需要和它一起上去时 它又能跟返回舱对接在一起 连人带货一起飞 最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跟它对接在一起的 很有可能就是刚刚那个 才从轨道上返回来的返回舱了 是的啊 金刚石计划里面的返回舱呢 就是按照最多可以重复使用十次来设计的 诶 有没有感觉到SpaceX的原型呢 当然啊 这样做相当费钱啊 在美国依然拽着MOL不放的时候 苏联有理由咬紧了牙也要硬扛下去 但是1969年在美国已经取消了MOL计划之后呢 苏联人有放下吗 没有 估计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美国吧 但是再这么正大光明地继续下去 也不是太好 毕竟我在明处你在暗处搞不好就被你给暗算了 于是他就把该计划伪装到了自己的民用 礼炮号空间站计划当中 继续推进了下去 所以礼炮2号 礼炮3号 礼炮5号 实际上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载人轨道飞行站 1 2 3号了 当然啊 1号没有成功 2号和3号则都成功地各送了三名宇航员上去 至于他们在上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至少可以非常确定的是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 在礼炮3号上面 他们测试了一把在太空中开炮的感觉 不对啊 开炮是在三名宇航员坐上返回舱离开之后 由地面人员遥控完成的 比较遗憾 但是可以理解啊 他们为什么要在空间站上装个机炮呢 不是很明显吗 他们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已经把军事空间站计划给停了呀 如果轨道上有美国人的军事空间站 那他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个空间站是具有武装的 甚至还有可能会主动来攻击自己的空间站啊 那么装上机炮就可以用来自卫了 虽然感觉很low 但毕竟是增加了一道防线嘛 苏联人其实很想让三名宇航员在空间站上面呢 自己开火来试一试的 但他们怕呀 怕一开火就回不去了 因为首先有一个问题是 装在空间站底部的机炮是完全固定的 想要把它对准一个目标呢 就必须要把整个空间站转到那个方向上才行 这种操作本来就是有风险的 其次最重要的是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炮弹一旦发射出去 就会产生反作用力 它会改变飞船的姿态 让它失去稳定朝不可预知的方向和角度偏转过去 能不能再成功的调整过来呢 谁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确定的 这个风险还是最好不要冒得好啊 于是在遥控着打完了一艘32发炮弹之后呢 据苏联人自己说 是成功的摧毁了一枚报废的卫星靶子的 有效射程达到了3到5公里 至于真的有没有呢 那谁也不知道了啊 那么在真空中没有阻力 这些没有打中卫星的炮弹 最终会跑到哪去呢 会一路飞出太阳系吗 当然不会了 因为礼炮空间站所处的位置是近地轨道 它的运行速度大约在每秒7800米 如果此时向着它前进的方向上开一炮 想要让炮弹飞到更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话 注意啊 连地球的管辖范围都还没有出啊 就需要为炮弹提供大约每秒2500米的速度增量才行 但是R23机炮的出速度却只有850米每秒 就这还远远不够呢 在开炮之后呢 炮弹的确会立刻往外移动 但却会在同时将动能转化为四能 朝着更高的轨道飞去 不断减速后最终从上方落在了空间站的后面 是的啊 你朝前面开炮 但是炮弹却最终落在了自己的后方 非常反直觉啊 同理 如果你对着与空间站相反的方向开炮的话 炮弹则会从空间站的下方超越空间站跑到它的前面去了 那要是锤子对着头顶上开一炮呢 它会直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椭圆形轨道上去 但不管如何这些都是近地轨道炮弹最终都会由于跟稀薄的空气分子磨杀后 减速落回到大气层中烧光光的 那如果把炮弹直接换成导弹怎么样呢 我们差一点就真的看到了 苏联原本计划是在它的第四号载人轨道飞行站上实验空对空 应该说是鬼对鬼导弹的 但是啊 金刚师计划的忠实拥护者前国防部长呢 却突然在这个时候逝世了 新的部长对这个计划表现出了高度的怀疑 于是直接就恰断了研究资金 从此金刚师计划宣告终结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呢 它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宇宙战舰了 虽然跟酷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啊 好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发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